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公司内部的推广 今天很荣幸能够就75360内部实时计算平台的发展 以及建设经验向大家做个分享 希望对大家的平台建设能有一些帮助 本次分享会分四节进行 第一节简单介绍下实时计算平台演进的过程 第二节会就基于flink的实时计算平台的两个版本 给大家做说明 第三节主要是针对具有安全公司特色的一些场景 向大家做个汇报 第四节简要聊一下对未来的一个展望 我们先看第一节 七湖360实时计算平台的演进 360在实时计算方面有很强的积累 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使用Storm 0.8版本 来构建公司内部的流计算平台 包括早期跟Storm社区 也有很多的交流和贡献 虽然Storm是一个很棒的流计算引擎 但当Spark Streaming出现的时候 还是让人眼前一亮 不过由于Spark Streaming天然的特性 他没办法去取代Storm 所以我们并没有在Spark Streaming上投入太多 一直到flink的出现 我们看到了完全取代Storm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早期我们基于flink 1.4 构建了新一版的实时计算平台 后期就演化到了flink 1.7 在flink 1.7的时候 基本将之前所有的Storm作业 我们都迁移到了flink引擎上 得益于flink社区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flink circle 在flink 1.11的成熟 在建设麒麟大数据平台的时候 我们将flink的版本 切换到了1.11版本 以上就是t5.360 这十几年来在实时计算平台建设方面的一个过程 目前在t5.360内部 flink支撑了绝大多数实时计算任务的运行 从团队上来讲的话 超过50个产品团队使用我们提供的服务 包括3600搜索 花椒 366金融 300导航等等 目前每天在线上运行的作业数量超过1000个 每天通过我们平台处理的数据量也超过1万一条 那回过头来 我希望大概回顾一下平台建设的一个初心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建设一个实时计算平台 首先第一点 是为了简化引擎揭入成本 比如社区的软硬件环境和公司内部软硬件环境的gap 比如通过典型场景 垂垫为工具和服务来更好的面向用户 再比如对于典型最佳实践的一些推广 另外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 确保集群稳定运行 在实时作业都是长作业的前提下 那这一点就更显得重要 确保作业不会失败 如果失败了呢 我们也要确保这个作业能够被某一个状态上迅速拉起 第三点就是要去提高作业运行的一个效率 不管是由于引擎本身的bug 还是用户作业逻辑的热点 或者用户配置的不合理 我们平台方都需要能够识别并改进 基本上平台建设的方方面面 都是围绕着上面的三个点在进行 那从2018年开始 我们基于Flink建设新一代的实时计算平台 在此过程中 从产品形态和产品架构上 有两个比较大的迭代 首先我们看我们第一版的一个产品Hermers Hermers 是我们第一版的基于Flink的一个实时计算平台 对于早期在公司内部去推广Flink作业 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Hermers 就是基本上包括了一个平台应该有的大部分功能 比如说客户端接口Hermers 中控服务Control Center 作业提交的Gateway 另外也同时提供了作业诊断分析 监控报警 等平台必不可少的服务 但由于种种限制 回过头来看 我们觉得Hermers 还是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 那这里列举了若干 我认为Hermers 还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 比如说在客户端 由于当时的种种限制版 客户端 Hermers客户端 其实是一个用Go写的命令行工具 那在使用起来就有很多的不方便 比如命令行参数他不易修改 再比如说我用户我也没法知道参数的具体意义 权限也不容易做 最头疼的一点是在于说作业提交和文件上传 这两个操作被绑定了在一起 很多时候用户只是想要去改一个参数 却不得不上传一个大文件 第二个点是说在检测上 Hermers的检测模块 通过定时访问Flink UI来获取相应的metric 这里存在明显的两个问题 首先采集metric的需要从每个TM拿信息 但对于运行度比较高的作业 就会对GM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其次随着作业量的增多 采集程序本身也变成了分布式 这个还是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运营维护成本 第三个是说在监控上 监控模块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在于当作业因为各种原因失败的时候 把作业拉起来 但作业拉起的时候需要恢复状态 所以需要定时的去对作业做一些save point 那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首先我们需要存储这些save point 它需要额外的存储空间 其次呢 触发和删除save point 还需要额外的掉路成本 再者呢save point的间隔不能太短 那所以呢它也会破坏作业的这种一致性语义 当平台管理的作业量 很多的时候呢 存储和调度的成本都变得很大 第四个点是臀部 在整个Humus当中 当客户端 网关 全是同步操作 这样的话就很难去支持 较多用户的一个并发操作 第五个是偶合 因为在gateway里面封装了flink 向资源管理器提交作业的API调用 那么每次对API参数的修改 都需要从客户端到服务端 到网关 一系列的变更 这个也不太符合软件开发的开闭原则 另外就是网关中 有大量自己的逻辑 与flink的代码 合在一起 比较不利于flink隐形的一个 版本升级 因此呢在2020年 我们基于flink1.11 开始构建了新一版的一个实时计算平台 这一版写算平台 我们把它命名为麒麟 那在上一版Hermus的基础之上呢 我们做出了很多的改进 首先是在客户端上 以Web为主的前提下 提供了麒麟API 麒麟CRI 等更多的接触方式 其次呢是在中控服务上的话 基本的都采用了无状态服务 不管是Master节点 还是Worker节点 这个也满足了 保障服务的高可用 这样一个特性 再者在各个层次的互动中 基本都实现了一步操作 这个就极大的改善了用户体验 也简化了内部操作的一个链路 其他诸如文件中心 UDF市场 就实现了任务依赖和任务定义的一个节目 中台部门的一个永恒命题 就是降本增效 所以这一版我们完全重构了 作业诊断分析模块 重新实现了一版任务分析系统 希望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 在尽量多的维度上定位作业的问题 提升作业运行的效率 所以这里我们特别看一下 相应的任务分析系统 这里基本上分为四部分 最左边是采集端 由于平台管理的作业数目日益增多 并且汇报的指标虽然经过了筛选 但还是有巨量的指标 那社区提供的指标收集方式呢 难以满足要求 我们就通过自定义的Metric Reporter 来实现指标从GM和TM的一个上报 同时呢我们也收集了AM中相关的指标 以及作业的状态和一些关键日志 紧接着是在汇聚端 我们针对不同的采集方式提供了相应的汇聚服务 这里主要是完成一些 不适合在采集端进行的转换操作 以及实现对连接的一个收敛 那通过汇聚端之后 数据最终会被写到存储上 那对于一些原生的指标 通过规计化处理之后呢 就把它存在了TSDB里 那还有一些经过计算的 比较结构化的 我们会把它存在RMDB中 所以在进幅图的最右边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整个任务分析系统的服务端 主要是对前期收集的指标 进行各种维度的分析 包括作业运行时分析 作业在线追踪 作业失败的归因 作业资源的优化 和相应的一个大盘展示 那Flink在实时计算领域 有很多的应用场景 比如目前比较火热的实时树仓 实时模型计算等 那360作为一家安全公司 我们也在Flink 在安全场景下的应用 探索了一些解决方案 这里就这些解决方案呢 向大家做个汇报 在典型场景的分享中呢 第一个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基于FlinkCEP而构建的规则引擎解决方案 作为一家应用公司 各个业务线对于规则引擎 都有强烈的需求和应用 而FlinkCEP依托于Flink本身 所实现的低延迟高吞吐 一扩展等特性 就尤为引人注目 在构建之初呢 其实还是有三个问题要回答 第一 到底要在规则引擎中 引入流计算 还是要在流计算中 引入规则引擎 因为流计算有更好的扩展性和稳定性 所以显然是要在流计算中去引入规则引擎 第二是说解决方案 只负责处理复杂世界模型 还是也要处理一般的规则模型 考虑到这个产品的一个通用性呢 我们希望能够尽量多的覆盖规则模型 那么在前两个前提之下呢 我们考虑 既然是在流计算中引入规则模型 自然就希望尽量实现规则的热加载 减少规则应用的一个延迟 在基于这三个的一个出发点 麒麟才构建了自己的一个规则引擎解决方案 整个规则引擎解决方案 分为两个大的层面 用户层和平台层 在用户层 业务部门按照自己的商业逻辑 来构建自己的领域模型 可以完成对模型的 创建 修改 部署 监控 等等动作 以及对底层作业运行情况的一个查看 那在平台层的话 这里又分了三个层次 首先第一个是逻辑层 这里呢 其实主要完成对用户业务模型到规则的一个转换 第二个层次是模型层 包括时序模型 窗口模型 符合模型 位置模型 等等 第三层呢 是平台层 这里会进行作业的产生和监控 会完成规则热加载的底层逻辑 同样 这里也包括了对模型的一个支撑 通过这样的划分 通过这个底层能力的构建 形成通用架构的一个底座 就能够承接不同业务场景下的一个基础抽象 目前规则引擎解决方案可以在如下场景中使用 在查查云的样本检测中 规则引擎可以用来鉴别勒索软件 木马软件 调游文档等等 在EDR的使用中 会判断是否发生DIL劫持 危险域名访问 以及注册表恶意修改等事件 在用户中心呢 会用来判断是否发生了恶意注册 转库攻击或者暴力破解等情况 IDC中心会用来判断节点上的一些事件 比如是否发生了进程重定项 密钥的变更 恶意文件的加载 以及录制用户的登录 这样一些情况 第二个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基于HyperScan 所构建的规则匹配效能提升 因为在日常帮用户诊断作业运行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会发现作业的一大瓶颈在于自伏串的一个Java的一个原生正的匹配 由于匹配的效率特别低下 经常会导致作业运行缓慢 频繁的去发生反压 那当这样的情况一再出现之后呢 我们就琢磨说 是不是可以在框架层面 帮用户去解决这个问题 再者呢 其实在一些比较典型的安全场景下 政则匹配 它就不是业务逻辑的一个前奏了 而变成了业务逻辑本身 做好政则匹配这件事情呢 就成了是对业务计算的一个强力支撑 此外呢 政则匹配的效能提升呢 也希望是可以水平扩展 因为这样的话 才能在超大数据量下 保证我们计算的一个吞吐足够大 对 能够满足相应场景的一个要求 这是我们的一个政则匹配效能提升的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呢 主要是基于hyperscan所构建 那么hyperscan是基于PCRE所构建的 支持块模式和流模式的政则匹配库 由于其支持的规则具有特定的标准 所以在运行之前呢 需要将规则进行转换和编译 并形成特定的规则数据库 同时呢 我们对hyperscan也进行了一些整合封装 使它能够尽量做到环境无关 然后根据需要呢 我们也对它的输入输出进行了改造 使得它能够满足平台和用户的一些需求 在与flink的适配层面呢 我们也专门支持了hyperscan data stream和hyperscan operator 那这样的话呢 就既有利于在平台上的产品化 也很方便用户直接在flink中进行算子级别的一个使用 那正在匹配相能提升的应用场景呢 其实也有很多 首先第一个呢 是流量检测 流量检测呢 其实也有很多细分场景 最常见的就是在网关数据中进行安全检测 每一条网关数据都要与大量的安全规则进行匹配 比如说啊 网关里面现在来了一条数据 但是呢 我的安全规则有几千几万条 那么我希望把这条数据跟这个几千几万条 安全规则都去进行匹配 然后呢 又希望在毫秒级去得到一个响应 第二个呢 就是内容的摘取 一般应用在普通的Fling作业中 用于在比如说 APP上报的打脸日志里面 去寻找一些特定的字符串 信息流跟踪 一般是用于信息流业务中的关键字替换场景 当遇到特定的字符串的时候呢 直接就可以脱敏处理 以上呢 两个场景可以说是和安全业务 呃 结合的比较紧密的一些场景 那么第三个点音场景呢 呃 我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Fling Circle方面的一些个性化的改造 我们知道呢 Fling社区的发展非常的快 呃 麒麟大数据平台是基于Fling 1.1版本构建而来 啊 那社区呢 目前其实Fling版本已经推进到了1.13版本 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 啊 其他平台会根据用户的需求 对Fling Circle有很多的改进 那社区呢 也一直在完善Fling Circle相关的功能 因此呢 我们从这个列表中可以看到 呃 在一些功能点上呢 平台和社区走到了相同的地方 但在一些呃 呃 比较特别的点上呢 平台由于自己呃 业务的一个特殊性 有一些独特的改进 下面呢 就向大家介绍我 认为两个平台做的 比较独特而有效的功能点 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多预言UDF的功能点 由于呃 Circle的本质是关系计算 那对于一些复杂逻辑 或者说有状态的逻辑的话 那UDF就有其不可或缺性 这就导致UDF的使用是有其必然性 呃 另一个很现实的点就在于呃 呃 其扑360是一家安全公司 在安全场景下 Java类的语言其实很少被使用 所以呃 如果我们希望在公司的安全开发人员中 去推广呃 Fling Circle 的话呢 那只能写Java或者Scala版本的UDF 是远远不平的 再者呢 是 医用性 那虽然说这个UDF射击的Fling 知识呢 不多 但 呃 如果能彻底的过滤Fling的背景知识 而提供一套引擎无关的UDF架构 出来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更容易被这些开发人员所接受 呃 因此呢 那麒麟平台 就提供了一个独特的 啊 多元UDF的解决方案 给我们的用途 呃 上面这幅图呢 是平台针对多元UDF的一个整体解决方案实义图 呃 首先呢 麒麟平台会根据Fling的规范 呃 实现了UDF和UDTF的基础设施 呃 就类似呃 图中的UDF operator 那么在其中呢 规定了与用户逻辑的一个输入输入接口 我们主要是通过呃标准输入标准输出标准错误输出 这么三种方式去跟用户的进程沟通 那么其次呢 其实就是说用户呃实现自己的业务逻辑 他也按照相应的输入接口和UDF operator进行交互 那用户的逻辑呢 那会被放到Process里面整体去运行 那这个Process本身呢 呃也是要受Fling的管控 呃 再者呢 麒麟也拓展了FlingCircle的Kelcell语法 呃 它使得用户可以像注册普通UDF一样去注册一个多元的UDF 那这样的话呢 呃整个流程就会运转起来 其实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案例就是 爬虫 呃我们的呃搜索业务部门呢 他利用FlingCircle来部署他们的爬虫 这其实也算是对Fling并发管理 以及多元UDF的一个呃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利用场景 呃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功能点呢 是呃FlingCircle的吸力度设置 呃我们先看三个问题 首先是为什么推广Circle 呃因为Circle可以更直观的表达业务逻辑 Circle也能更好的和计算引擎版本结偶 并且呢Circle还集成了社区的最佳实践 其次呢Circle要提交到集群中呢 最终都要转换成迭级图 但是呢又无法从一个Circle 语句去容易的推断出它可以转成什么样的一个低级图 呃除了Circle本身之外 那Circle语句所在的深压文的变化呢 它也有可能导致这个低级图的一个变化 最后呢是说算子的资源使用肯定会有天然的一个差异 那传统的API编程呢可以为operator呢去指定资源 但我们写Circle的话就没办法这样去做 呃所以说如果只是少量作业 少量的这个flink搜索作业运行的话 呃资源浪费呢还不会成为大问题 但如果说有大量的flink作业运行的话 那么细利度的设置呢就变成了一个呃强需求 呃目前其实业界在解决这种呃细利度设置的问题时呢 通常是有呃两种解决方案 那一种呢其实就是在呃表创 创建表的这个DDR语句的位置属顺中去指定相应的 变形度 那另外一个呢其实是在最终的insert语句中呢 通过cycle hints来指定它的变形度 但呃这两种方案呢它都有一些缺陷 比如说呃一方面它只能在sauce和sync相关的operator上去做添加 但是真正发生业务逻辑的中间过程呢 它却无能为力 呃另一方面呢是在一次添加之后呢 就无法进行二次修改 呃因为二次修改呢可能就会导致作业 无法从状态中恢复 那我们其实就是要解决呃它的一些缺点 那基于对之前这两种业界常用解决方案的分析呢 呃其他平台提炼了我们做CD度设置这个事情的三个目标 第一个是说尽量多啊尽量多的设置不同的operator的资源使用啊 第二个呢是说可重复 就是我可以多次设置不同operator的一个呃使用啊 简等于说尽量多是呃满足在横向上的一个需求 那可重复呢我们希望是满足在纵向上的时间维度上的一个需求 还有一个第三个是可变化 就是说能够应对sircle结构呃非大幅变化的一个资源使用 对那么要满足呃这三点呃的一个根本呢 我认为其实是在于uid的一个设置 以及uid的一个正确设置 因为uid是flink作业状态恢复的一个基础 如果设置了错误了uid呢就可能导致作业无法恢复运行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7平台探索的flink circle 呃吸低度设置的一个方案 首先是一个两阶段提交 用户提交sircle语句之后呢平台会将sircle语句转化成第一季图呢 展现给用户去进行相关的设置啊 可以设置笔形柱啊trainable啊sircle sharing啊 呃内幕呀对 然后呢平台呢也会呃根据算法去给相应的uid呢去设置相应的uid 设置完整后呢平台会将作业按照设置后的属性进行提交 同时在平台中保留相关的设置 这一步首先解决了尽量多的设置不同的uid这个问题 呃同时如果sircle及上下文不变的情况下 呃也解决了可多次设置资源使用的问题 那如果用户的sircle发生的变化啊 啊并且想要从上一个作业中恢复 那么就需要在提交作业的时候单独设置恢复模式 呃恢复模式呢分为两种 一种是恢复所有可以匹配的uid 一种是只恢复上有的uid 中间的关键呢其实是在于每个uid除了保存uid之外呢 还保存了呃相应的一些维度信息 那么在做二次设置的时候呢 会根据算法来比较前后两次sircle的operator的维路信息 啊进而确定说哪些operator发生的变化哪些没有 嗯通过operator维路信息的比对 嗯来确定是否用原先的uid来覆盖新的uid 那这样的话呢 呃就基于uid的算法以及基于operator维路信息的比对 就可以满足前面提到的第三个目标 那关于我们平台上的一些点场景 呃就向大家先介绍这么多 那未来的展望这里面有三个大的点 第一个是平台优化 那就现状而言的话呢 麒麟大数据平台的各项功能已经比较完备 但依然还有一些需要优化的地方 比如说在任务分析中增加更多的维度 呃能够更准确的去找到相当平静 然后是流批议题啊 流批议题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概念 也是一个理想 那这部分我们希望结合社区在内核层 以及用户结构层的实现 呃针对具体的业务场景 嗯来沉淀相应的产品和服务 呃胡仓议题同样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主要是用来呃替代Hive的使用 但胡仓议题的本质还是数据的变化和数据的查询 所以我们不会为了技术而技术 我们希望是关键打通整个数据处理的上下游 能够给用户提供简洁便利的一个呃数据体验 那么本次分享就进行到这里 呃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 谢谢